过去真有人修 宋朝的银河法师 我们在《网生传》上看到他 在《净途深信录》上看到他 他只三天了 六天就网生了 《净途深信录》里面记载 他是个出嫁人 是个破戒的出嫁人 反戒 这个人的好处在哪里呢 他深一心因果 想到自己 因为是烦恼习气 破戒 听到佛在经上讲的那些话 对照自己的行为 心里想了 决定夺地狱 想到将来要躲地狱了 他害怕了 真怕了不是假的 像同餐道友们去请教 有没有什么方法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救 同学们也都不错 送他一本《网生传》 他看了之后 很受感动 看完之后 他就坐在他自己疗房 把门一关 专念阿弥陀佛 不睡觉 不吃饭 不喝水 一句阿弥陀佛 念了三天三夜 真是沉着灵 问题人要诚心 沉着灵 把阿弥陀佛念来了 阿弥陀佛告诉他 你还有圣年养寿 你好好的修 圣年之后 你命中的时候 我来接引 林科法师知道自己 稀奇毛病很重 没办法克服 就跟阿弥陀佛爱求 我十年寿命不要了 我现在去 可不可以 现在就跟你去 阿弥陀佛也就答应了 好吧 三天以后 我来接引 你看 三天把阿弥陀佛念来 跟阿弥陀佛就约定了 在三天之后 佛来接引 所以他把疗房门打开 告诉大家 三天之后 我化身了 没有人相信他了 哪有那么简单 每一个人都知道 这个破戒 是个不属轻规的 这个出家人 怎么 房门关了三天 三天就往生 好在三天时间不长 大家等着瞧吧 看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三天之后 上殿的时候 上殿的时候 告诉大家 请大家 今天上殿念佛 就念阿弥陀佛 送他往生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的人好 人都是很厚道 也就听话 好 我们今天送你往生 大家给他念 念不到一刻钟 这一刻钟 是我们现在的年小时 古时候 这个时辰 是用丝绸银帽 用这个算 不像现在 我们现在是用外国的 二十四小时 中国时辰是十二个小时 所以一刻的时候 是现在的半个小时 不到一刻钟 大概就是半个小时 两个 英科法师告诉大家 我看到了 阿弥陀佛来接应我了 向大家告假 他走了 他就真的走了 也没有生病 真的就走了 这个实现 告诉我们 弥陀经上讲的 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三日 不假了 是真的呀 你真肯干呢 阿弥陀佛就真来了 你说你念 念了十几年了 阿弥陀佛都没念来 是什么呢 你的心不真 不真诚 不肯切 你念 阿弥陀佛的笑话 虚情假意 不是真的吗 真的就来了吗 所以这个道理 一定要懂 我们的真感 决定 能成就 英国法师 给我们做了 很好的榜样 那么 我说 我说 你 我说 我说